香煎鸡排来回翻面 便当店主食老涛最喜欢这一位 但万无皆掌 光是这一品项成本就多出十元 疫情关系更是让人流 瑞减超过六成 房租都快缴不起 不得已只能将店内人力 从原本的六人直接砍办 都线上浇水根本就没谁 工资还有房租都要 水电都要很贵 老板压力沉重 但员工更是苦不堪言 被迫减班薪水减少 目前全国有约1.7万名劳工 实施五薪假 但现在劳动部将扩大纾困 除了原先规定 实施五薪假 7月需给月薪基本工资 25250元外 假如员工额外参加 重点再出发的补助计划 只要仍在五薪假期间 不论多久一个月 参训最高144小时 每个小时就补贴168元 等于每个月最高可多领2.4万元 津贴加上基本工资 一个月劳工至少能领 超过4.9万元 利用在空档的时间 然后可以去再多修一个专场 那因为我自己以前也上过 就觉得政府有补贴 能够帮大家度过难关 保障无薪假 劳工生活 但随着近期疫苗覆盖率提升 许多会议也逐渐恢复实体 在职的劳工也担心 在密闭空间会增加染疫风险 除了可用自身价别请假外 还可以透过劳资双方互相协调 开贵还是属于这个劳务的一个执行 所以到底进行方式要实体 或者是线上还是要经过这个劳资协商 不能由这个老板或者是上司片面来一个决定 不管是在职还是代职 只盼供体时间下能让就业市场早日恢复稳定 东森台新闻彭对于傅一文台北报导